一汽大众懒熊这辆车开了一个多月了 分享一下缺点 对这个视频只说缺点 因为缺点对于想买这辆车的人来说比较重要 另外对于一些讨厌大众这个品牌的车友来说 他也比较爱看 其次就是大众厂家 如果有人看到这个视频 希望以后能改进 缺点比较多 排名不分先后 最后说油耗和零整比的问题 如果这辆车的优惠力度小 不推荐购买 比如我买的是380的首发版 算是次旗舰 它和32万顶配的区别很小 我买的这辆车 它的落地价相当于30万5000的巡油版 补贴加优惠一共降了4万块钱 另外还送了1万块钱的配置 合计优惠5万块钱 如果低于这个力度 可以先等等 第二个问题 这辆车太宽了 宽度是201厘米 好像是大众家族里最宽的一辆车 这么宽的车导致几个问题 一个是不好停车 二不好会车 需要适应 另外小区里如果有那种没有划线的车位 是停不了的 我之前的血铁龙停那儿 几乎不挡路 但是如果把这车停那儿 绝对会挡路 最好有自己的固定车位 第三个问题 中间的那个储物格 烤漆的质感很好 很漂亮 但是它的内侧比较尖锐 容易拿手 虽然我目前还没有被拉到 但是我觉得是有隐患的 第四 这个比较重要 这个中控台 它两侧有装饰条 有氛围灯的那个条 比如太阳西下的时候 你的车可能在某一个角度 两侧的后视镜 会看到车内的这个装饰条 非常碍事 虽然大众的两侧的后视镜 面积都比较大 但是被装饰条一遮挡之后 看到后面路况的那个面积很小 这点很危险 同时也需要适应 目前无解 第五个问题 有很多人认为这辆车的外观很丑 其实我觉得这辆车还挺好看的 特别是山青灰这个颜色 越看越耐看 审美这个事是见仁见智的 带上你的老婆或者女朋友 亲自到4S店去看 第六个问题 这辆车都30多万了 没有座椅加热 没有方向盘加热 想要只能加钱 但是它配备了座椅通风 第七个问题 就是我在停车入库的时候 容易挂空档 可能是没踩刹车 没挂上地档 遇到过几次了 这个需要适应 下面说一下 各位比较关心的问题 那就是油耗高 这辆车是2.0T的高功率版 我实际测试 市区大概12个油左右 如果跑高速的话 应该是8个多油 下面具体看数据 因为现在是磨合机 数据仅供参考 有一个9公里 开了34分钟 平均速度17公里每小时 百公里油耗是11.6 还有一个测试 是最近的 开了4公里 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 结果是12.5升 这个可能距离比较短 仅供参考吧 还有一个是77公里 也是最近测的 它包含了17公里的市区 大概60公里的高速 全程是开空调的 平均速度是43 这个比较高 平均油耗是8.5 如果是纯高速的话 应该比这个还要低一些 再来个长的 473公里 市区加高速混合的 这么长的距离 大概开了半个多月 平均速度是31 平均油耗是9.5 这个油耗你认为高吗 能接受吗 下一个比较重要的缺点 那就是这辆车 保有量低 零整比高 这辆车是2022年 11月份才上市的 我是2023年3月份买的车 我们看一下2023年3月份 国内大众型SUV的销量数据 在3月这一个月 卖了1545辆 有我一辆 一期大众的懒静 卖了5042辆 上期大众的图昂和图昂X 它俩是合计的 是3438辆 那这四辆车合在一起 一共是1025辆 一个月卖了这么多 那把他们这四辆车加起来 算不算耍流氓呢 其实这四辆车的发动机 变速箱 椅盘悬挂轴距都是一样的 外观和长宽高尺寸 稍有差异 有的是五座的 有的是七座的 车机系统什么的 也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配置不一样 其实 缆巡就是缆镜的五座版 图昂X就是图昂的五座版 如果有不同意见 欢迎写到评论区 我在网上看到一组数据 图昂的零整比是218% 这个算高吗 参考宝马三系是793% 再说一下其他问题 比如我遇到过两次主动刹车 默认是开启的 把我吓一跳 以为是碰上了 另外它这个左后方雷达 我感觉有点敏感 明明是没啥事 却显示暗红色的提示 而且声音是一个劲的叫 最后我把主动刹车给关了 还有就是车内有味道 不过这个味道 一闻就知道是大众的车 因为我家以前有过几辆大众 这个味道很熟悉 还有就是天窗 可能有点漏水 因为我看见遮阳帘前面那个两端有点水印 但是这个我还得长时间确认一下 是不是漏水 其他的暂时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缺点 如果以后有到处再说 以上就是我作为真实车主的一些反馈 以我的角度 仅供各位参考